好 說到這颱風要來了 不過臺北市長蔣萬安還是按照原定計畫 是前往上海來參加雙城論壇 藍黃紅綠融合在一起 色彩繽紛的春池玻璃 不只造型獨特唯美 雙口瓶更象徵兩岸和平 臺北市長蔣萬安前往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北市府特別準備寓意深厚的禮品 另一個單口瓶則紀念蔣萬安 第一次參加雙城論壇 我們也相信會對於這個兩岸整體會有正面的助力 以臺北捷運軌道整幕打造的紀念車廂 紋路刻畫細膩除了行銷台北捷運外 也希望兩岸交流重回正軌 另外以回收手機面板製作的陶瓷器敏三件組 和檜木鋼珠筆 窗滑紋理的筆盒 都符合本屆論壇創新環保勇士概念 可以看出市府團隊的用心 但久違的兩岸交流卻不巧碰上 颱風蘇拉來勢洶洶 少了大家長坐鎮指揮 臺北市房台準備會不會出現問題 今天早上在這個市政會議當中 也特別針對這個議題 市長對於各個局處 有做好相關房台的這個整備的要求 比起之前的這個路徑 確實是更加上難移了一點 那我們也一定會密切來關注 這位雙城論壇成為地後兩岸首度恢復實體互動 而媒體先前團也在收走抵達了上海 臺北上蔣萬也會在29號搭機展開三天兩夜的交流行程 以上的記者萬家維二位紅在上海的采訪報道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